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取得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假設一個網頁裡面 先講第六題 第六題它要抓什麼 抓這個裡面的資料 特別注意 這個裡面的資料 特別注意它是放在哪個標籤 IMG IMG就是 image 就是圖膽 SRC就是 source Source 的話就是它的什麼 等於是 來源 等於是 這張圖呢 的這個 黨名跟副黨名就是這個 所以將來網頁會顯示那張圖 那主要是抓這個 黨名的名稱把它秀出來而已 可是問題 如果今天希望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個資料把它print的出來的話 那怎麼print的 特別注意 其實跟剛剛的這個 應該是第四題蠻像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 利用那個 這個什麼 第四的複製過來 那改一下 它的這個標籤 跟get 其實把它換掉就好了 它的標籤是什麼呢 它的標籤是IMG 所以其實你這個 把IMG放在find的後面 意思是我要找IMG 然後我要get什麼呢 get它的SRC 這個屬性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呢 放在這裡就好 我要findIMG 當然如果你的這個網頁裡面 不只一張圖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算哪一張圖你要的 OK 然後呢 它的SRC把它取得 資金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呢 就出現我們要的 這一個名稱把它抓回來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 我們要抓什麼 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title 而且還包含它的標籤 還有H1 H1就標題1的意思 標題1 所以其實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這一串 這邊第一個要的 那第二個是抓這個 可是問題哦 它好像分散在兩個地方 有沒有 雖然很接近 但是如果說 特別重要 如果說你要抓兩個東西 在那個 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抓 當然我們剛剛如果抓title的話 其實有點像這樣 title 沒有點test 這個是只有抓什麼 抓那個title的部分 那沒有點test 抓到就長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要連H1也抓回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抓一個以上的標籤 1 1 請你先把fine後面改成fineall 2的話 如果你要一個標籤以上的話 加一個什麼 裡面的參數 把它加一個 把原來一個title的字串 改成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是title 第二個資料是h1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中刮符 意思就是說 fineall裡面刮符 你就把它放一個串略就好 他就幫你找好幾個 fineall的意思說 幫我找 第一個先找title 抓回來 第二個再找h1 幫我放 雖然特別重要執行一下 fineall 有沒有發現 他就先 幫你把什麼 第一個title 先抓回來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fineall 剛剛fineall的意思不太好 意思說 幫我把後面 這些東西 資料全部抓回來 這個先抓這個 這個再抓這個 有沒有 意思應該可以懂 OK 這個簡單做個練習 當然如果你有這些基礎的話 你要再去爬 網頁上面的東西 就會非常簡單的 那怎麼說 首先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爬取什麼 剛剛講的那個TQC官網上面的東西的話 哪些東西 我希望幫我爬的資料 就是這個網站上面的 第一個把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什麼標籤 上面這個標籤 全部都幫我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抓什麼呢 抓這個底下的東西 第三個抓什麼 抓下面這個英文名稱 所以哦 等於是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叫一個DIV吧 一個這個DIV裡面 會有三個東西 那我希望哦 可以怎麼樣 全部幫我抓下來 最好是全部都串在一起 最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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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說還要另外再把它存檔 那我秀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我們已經把它爬下來了 一二三 中間加豆點 有沒有 然後最後呢 我已經把它存檔了 存檔名稱的話 我把它存成叫什麼 TQC.CSV Rise出去而已 其實程式連番不多 就這樣 然後把它按右鍵refresh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TQC 在這裡 打開 基本上呢 就會是哦 放在Excel裡面的一個C 就是等於可以用Excel開啟的一個CSV檔 那程式呢 打開有沒有 這三欄 不過CSV它沒有欄寬調整 我們把它點兩下 一樣可以 有沒有很快嘛 那所以哦 以後如果網頁上有看到中西 你執行完東西就下來了 如果你要在Excel裡面接手做的話 你看就存成CSV最簡單的 什麼外掛都不用裝 直接就可以在Excel裡面做後續動作 有沒有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程式真的不多 你會發現哦 都是剛剛做過的事情 只是有點像填空底填上去而已 好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ise我們先不寫出去 所以 那回圈的話呢 我們也先不管 反正呢 我們就先 假如說我先要抓什麼 抓第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 一一樣什麼 我們fromBS import 是Beautiful Soup 這個固定的 二的話呢 一樣是什麼 用Beautiful Soup呢 去爬取我們要的東西 那爬的話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剛剛是已經把什麼 把那個網頁 直接就寫死了 寫在這上面 有沒有 其實就這一串 有沒有 你會發現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將來要把某個檔案 直接寫到某個變數裡面 記得哦 開頭是三個雙以後 結尾也是三個雙以後 表示這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要寫到 這個HTML變數裡面的意思哦 那當然呢 如果說我們將來呢 要抓取的資料 不是這個字串哦 而是在網頁上的話 那我們就用request 之前有講過 get 後面呢 把這個網址貼過來就可以 所以剛剛那個網址 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把它貼上 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全部get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HTML物件裡面 不過特別說 這不是HTML 這個是一個物件哦 那如果你要抓到它裡面的 文字的話 就是點test OK 所以哦 其實上面的做法 就是request 配合Beautiful Super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抓什麼東西呢 抓第一個 我們也先不要太大 抓這個東西 小標籤 黑色的小標籤 按右鍵檢查 檢查看一下 它的標籤第一個叫DIV 第二個叫什麼呢 class叫這個 什麼 設定Panel 黑頂 那我們很簡單 點兩下 複製 有沒有 點兩下複製應該會吧 點兩下 複製 點兩下複製 你貼到哪裡呢 貼到FindAll裡面 特別說為什麼要FindAll 因為不只一個嘛 一堆 有沒有 那我們就怎麼樣 把它放在這個DIV 跟剛剛設定Panel的heading 有沒有 把它貼上之後 那我們最後print一下 print了什麼 print list1 試一下 有沒有全部抓回來 有沒有發現 建築領域 建築領域 每一個每一個都抓 抓回來 那如果說我要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秀出來的話 那我只要怎麼 只要再把這個 後面加一個屬性 要點test就好了 有沒有 比如說我只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其實就是什麼 list的第一個 0 後面加點test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 把第一個print的出來 欸 建築領域 那往後不再全部抓 欸 那你想說我要抓第二個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啊 第二個就把這一行 复制Ctrl C Ctrl V 這邊再加一個2 然後find all的話 我們看一下 再來第二個 這個東西 下面這些 下面這個一樣 選這邊有沒有 按右鍵 檢查 他的名稱叫什麼 欸 這個叫 H4 然後 就H4 他有沒有看到 他沒有 那底下這個叫 什麼 欸 所以哦 我看一下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 H4 Ctrl C 但是他沒有class 那沒有class 其實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可能會抓到 其它是 H等於是標題 那後面沒有的話就不要 那我把這個print 這個改成例子2 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 哎呦 這個 是不是 哎 對 沒錯 那再來的話就什麼 再來就是small 有沒有 所以其實啊 就是一個個抓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 再分別 怎麼樣 把他們中間 我希望 他們中間加豆點 全部串在一起加豆點 然後最後幫我把它 存檔成一個CFB 嘿 OK 試一下吧 應該不難吧 那你會發現 蛤蟲 真的如果你了解HTML標籤 然後找到它的位置 並且配合Beautiful Shub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不過老實說真的 這已經有非常難度 OK 因為聽得出來很困難 我已經盡可能把它講得很簡單 OK 因為我在想說 這麼複雜的東西 如果把它簡單化 所以有些東西我暫時不講 因為我最重要是 把你們需要知道的告訴你們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應該知道我在陳述什麼 我已經盡可能的把 你們需要知道的先跟你們講 暫時你不需要知道的話 我想你暫時先不知道沒關係 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要成為一個 網頁的爬蟲高手的話 真的 是現在需要花一點力氣的 目前這個業界 慢慢你會發現 越來越需要有一種人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的大數據 都是來自網路 因為你會馬上可以爬到你需要的資料的話 那非常重要 因為你才有Data Base來源 Source OK 很多其實最新的資料都在網路上面 你會需要有人不是在Ctrl C Ctrl V 而是快速的把我們知道的那些網頁的資料 快速的爬取下來做一些後續的統計分析 就需要學剛剛講的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 TQC官網我們先找一個比較簡單的 然後它裡面有三個 123123 那如果希望把這123三個東西 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CSV檔 將來呢 可以提供給Excel後續的人 再去做後續的動作的話 其實除了給Excel 其實VBA也可以接手 OK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